大家好,欢迎来到毛手作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款雪森套头毛衣的编织方法 这款毛衣是从上向下进行编织的 先编织衣服的领子,然后编织衣服的预客 最后来圈织衣服的衣身及两个袖子 整件衣服无需缝合,新手容易上手 这款毛衣用到的线材是马尔加的慢时光的01,04,05和18号色 云雾的01,20,22号色 用到的工具有5毫米,6毫米的环形针,短直针,各一副 视频中乘衣尺寸,衣长52厘米,胸围116厘米,连肩绣长65厘米 编织密度,6毫米的环形针,花样编织密度,10乘以10平方厘米内,18针,27行 大家在编织之前一定要先编织小样 如果编织密度一样,可以完全参照视频中的数据进行编织 如果编织密度不一样,可以通过调整帧号来进行衣服尺寸的调节 接下来我们先来学习一下图解,了解一下这件衣服的基本结构 及编织过程中所需要用到的一些基本针法 好,现在来看一下这件衣服的图解 首先以5毫米的磅针进行领口部分的起针 编织单罗纹花样18行7厘米左右 然后对折,换用6毫米的磅针来进行编织预刻部分 预刻部分84针,我们是前后两片各26针 左右两袖各12针 然后把8针分到4条镜上,每条镜是2针 这样84针我们就把它分开了 然后围绕着这4条镜的左右两侧 我们按照每两行加8针加32次的规律来完成预刻部分的编织 那么预刻部分的编织的话 通过32次的加针之后 由原来的84针加到340针 那么340针的时候 前后两个衣片由26针加到90针 左右两侧镜有两针 那么各分一针到衣服的前后片 那么也就是使得衣服的前后片分别为92针 左右两袖通过32次的加针之后 由原来的12针加到了76针 然后再加上镜的左右两侧各一针 总共是78针分为衣服的左右两袖和4条镜的分配 那么同时我们在编织预刻部分的时候 要进行前领的影反来形成领子部分的落差 那么这我们在后面的编织过程当中呢 会跟大家演示 然后当我们编织完预刻之后 左右两侧袖子把它用别线取下来之后 来编织衣身部分 衣身部分腋下左右两侧各加13针 使得整个衣身部分达到210针 然后我们来进行衣服菱形花格的提花 那么提花方法也会在后面的视频中跟大家去演示 那么当编织完了衣服衣身部分之后 我们进行衣服袖子的调制 78针加上腋下部分的13针之后 使得整个的袖子达到91针 那么然后在第一行的时候呢 我们会减掉一针变为90针 接下来我们就按照每10行减两针减三次的规律 来减掉6针 那么总共减掉7针 使得棒针上根据花形的需要 以84针来进行袖子部分的编织 及提花的编织 来最后编织带若纹花样的袖口 来完成整个袖子部分的编织 那么这些编织方法 我们都会在后面的编织过程当中 跟大家逐一演示 那么我们在编织的过程当中 有这样一些基本的针法符号 我们来学习一下 这样一个黑色的椭圆形 方框中一个横线是上针的符号 方框中一个竖线或者是一个空白的方格是下针 方框中一个人字型的符号是左上两针并一针 方框中一个入字型的符号是右上两针并一针 方框中这样一个W的形状是绕线加针 那么这主要用于页下的加针 所用到的针法还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开始学习编织吧 好现在我们来开始进行起针 起针的话领口位置起针84针 用5毫米的磅针来进行起针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拿起主色线 01号的云雾和慢时光 也就是这个两个白色的线材 我们把它对齐之后呢打一个活结 然后拿起一根棒针把它套到棒针上 适当的收紧线头 适当的收紧线头之后 然后因为我们要编织领子部分 我们要把它对折之后再进行缝合的 所以这里我们用手指绕线法来进行起针 右手的右手的食指从上向下调起线圈 然后左棒针从右向左把它调过来 这样我们就起了一针 那么加上我们刚才第一针总共是两针 右手的食指从上向下绕线 然后左棒针从右向左的把它调到棒针上 从上向下绕线调到左棒针上 这是第四针 那么我们大家就按照这样的方法 起针84针 方法比较简单大家自己完成 现在我们已经在一根棒针上起了84针 然后我们开始编织第一行 我们以握笔的姿势拿起右棒针 然后右手的小手指把线绕一圈起到固定线材的作用 接下来我们开始织下针 下针的织法 右棒针从左向右入针 调起靠近我们的这个线圈 然后从下向上绕线 调起线圈 退掉左棒针上的线圈 这是一个下针 然后织一个上针 把线绕上来 右棒针从右向左 调起靠近我们的这个线圈 然后绕线 向外调起线圈 退掉左棒针上的线圈 这就是一个上针 把线压下去 然后我们织一个下针 从左向右入针 调起靠近我们的这个线圈 然后从下向上绕线 调起线圈 退掉左棒针上的线圈 这是一个下针 然后把线绕上来 从右向左入针 调起靠近我们的这个线圈 从上向下绕线 调起线圈 退掉左棒针上的线圈 然后把线压下去 这是一个上针 然后再织一个下针 从左向右入针 调起靠近我们的这个线圈 从下向上绕线 调起线圈 退掉左棒针上的线圈 这是一个下针 把线绕上来 从右向左入针 调起靠近我们的这个线圈 从上向下绕线 向外顶起线圈 退掉左棒针上的线圈 再把线压下去 这就是一个上针 好 那么我们按照这样 一针下 一针上的方法 在第一根棒针上 编织 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已经用第一根棒针 织了28针 单螺纹针 也就是一针下 一针上 现在我们换用第二根棒针 我们再拿起一根棒针 然后再从这根棒针上 再织28针 方法是一样的 我们同样的 织一个下针 那么注意两针交叉的位置 这一针 我们把这个线拉紧一点 防止它中间的这根线头 连接的线太长 然后是一个上针 一个下针 一个上针 方法是完全一样的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按照这样的 一针下 一针上的方法 在第二根棒针上 也织28针过来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第二根棒针上的 28针也已经编织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织第三根棒针 方法跟第二根棒针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这时候我们第三根棒针上 还剩下有28针 是一针下一针上的把它织完 那么这里第一针 我们也要注意的是 把这根线稍微拉得紧一点 防止它出现一个较长的连线 当我们织完了第三根棒针上的 大螺纹边之后呢 我们把它这样子捋直 然后把它捋顺之后呢 我们要进行圈织 那么这个线头呢 是在第三根棒针上 我们把它这样架起来之后 那么这里要注意的是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线圈呢 捋顺 不要发生扭转 扭转之后呢 这个织片就不平整了 然后我们把它捋顺之后呢 把它这样搭起来之后 直第一根棒针 那么这是 这线头在第三根棒针上 我们直第一根棒针 第一根棒针的第一针的话 是下针 这样一个辫子的针目 是一个下针 我们仍然是直下针 那么这里要注意 同样的第一针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这个线头 线头收紧一点 把线头收紧 这是第一针 然后把线绕上来 这样横线的位置是上针 我们直上针 这样一个辫子的形状是下针 直下针 第二行我们就根据上一行的针目 在上针的位置直上针 下针的位置直下针就可以了 那么大家自己把第一根棒针织完 那么我们第一圈的织的时候 我们这个有线头的位置 是这一圈的起始的位置 当我们织完三根棒针之后呢 第二圈也就编织完成了 那么我们在编织的时候 要注意的是每一根棒针 交换的时候 这个交接处的线头 把它拉紧一点就可以了 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自己按照下针的针目之下针 上针的针目之上针的规律 完成第二圈的编织 现在我们领子部分的第二圈 已经编织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参照 这样下针的位置直下针 上针的位置直上针的规律 来完成第三行到第18行的编织 领子部分我们总共编织18行 7厘米长 然后我们再来进行领子部分的对折缝合 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自己先完成第三行到第18行的编织吧 现在我们领子部分已经编织完成了18行 达到了7厘米长 然后我们要把这个领子的话要对折 对折之后用6毫米的磅针来进行对折的缝合 对折之后呢我们从第一针 仍然是以下针的方式入针 然后把它翻到织物的底部 那么这个第一针我们刚才在起针的位置 这个第一针的位置入针 把这两针并下 然后绕线 织一个下针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领子缝合了一针 然后第二针是个上针 我们不管它也是织下针 我们调到对应的第二针的位置 仍然织一个下针 这样缝合了第二针 然后第三针 底边对应的第三针的位置 我们也把它入针 调起这个边线 那么好 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法 第四针 我们对应到底边的第四针的位置 也把它调起来 这样我们把它第四针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领子 进行了对边的缝合 那么我们现在就逐一的 一对应的把这个领子的两层 把它进行缝合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就把第一根棒针 就已经把它的领子缝合完成了 那么我们这根棒针 也已经换成了六毫米的棒针 同样的第二根棒针 我们也是拿起六毫米的针 根据刚才的缝合方法 自己完成第二根 第三根棒针的替换就可以 那么我们要注意的是 这里要一一对应的 把它去进行缝合 不要发生扭转 好 现在我们领子部分 七厘米对折以后的缝合 已经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重新计算行数 第一行 第一行开始 我们在进行预刻部分的 加针的同时 还要进行前后领的 领身的银反 首先我们来挂上记号扣 首先我们这里 第一针和第二针的位置 这是我们作为衣服的 衣服的第一条镜 我们把这两针同时挂一个记号扣 这是衣服的第一条镜 那么第一条镜之后 这里我们是十二针的袖子部分 十二 十二针的袖子之后 那么再我们用一个记号扣 把它挂起来 这两针我们仍然用一个记号扣 把它这样别起来 这是衣服的第二条镜 第二条镜之后 那么接下来是二十六针的衣服厚片 二六 这二十六针我们作为衣服的厚片 那么衣服厚片之后的这两针 我们仍然是挂上一个记号扣 这是衣服的第三条镜 好 然后再十二针 是衣服的另一侧袖子 十一 十二 好 正好到这儿 十二针的位置 这是衣服的袖子部分 然后接下来的两针 衣服的第四条镜 那么第四条镜的这两针 我们把它移到 刚才的一根棒针上 好 把它移过来 这是衣服的第四条镜 那么剩下来的第三根棒针上 现在这里我们还有二十六针 这是衣服的前片 二十六针 二十三 好 那么这二十六针是衣服的前片 我们把它放到一根棒针上 那么这样便于我们领部的影反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第一行 第一行首先是衣服的这条镜的位置 那么在衣服的镜的位置的话 我们在织的时候呢 首先要织一个右夹针 右夹针的方法 我们把这两针之间的这根横线 用左棒针从后向前 把它这样挑起来 挑掉左棒针上 然后右棒针 我们从左向右入针 挑起靠近我们的这个线圈 织一个下针 这样我们就加了一针 然后进的两针下针 一 二 两针下针之后 一个左加针 左加针的方法 左棒针从前向后挑起 这两针之间的这根横线 我们把这根横线挑起来 然后右棒针从中间入针 挑起后半个线圈 挑起后半个线圈之后 这是一个扭下针 那么也就是我们的 也就是在这根镜的左侧 进行了一个左加针 好 加针之后 那么接下来我们织十二针的下针 这是衣服的袖子部分 十二 好 袖子部分织完之后 我们又到了这两针的镜的位置 首先 左棒针从后向前挑起这两针之间的这根横线 然后 右棒针挑起靠近我们的这根横线 之一个下针 这是一个右加针 然后 这记号扣的两针是第二根进 两针下针 第一 二 两针下针之后 那么一个左加针 左棒针从前向后挑起两针之间的这根横线 然后右棒针从中间位置入针 挑起后半个线圈 织一个扭下针 那么这是一个左加针 然后二十六针衣服的后片 我们织二十六针下针 一 二六 二十六针衣服的后片织完之后 又到了衣服的第三条进的位置 那么这里我们仍然是 左棒针从后向前挑起两针之间的这根横线 然后右棒针挑起靠近我们的这根线圈 织一个下针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右加针 然后静的两针下针 一 二 左棒针从前向后挑起两针之间的这根横线 然后右棒针从中间入针 挑起后半个线圈 织一个扭下针 这样就形成一个左加针 然后十二针的袖子 织下针 十二 好十二针的袖子织完之后 到了第四条进 仍然是一个右加针 左棒针从后向前挑起两针之间的横线 然后右棒针挑起靠近我们的线圈 织一个下针 两针进下针一 二 两针下针之后 那么我们再用左棒针从前向后挑起这两针之间的这根横线 然后从中间入针 挑起后半个线圈 织一个扭下针 这样我们就又进行了一次加针 然后我们到了衣服的前片的位置 我们在这里可以挂上一个记号扣 那么这根棒针上是衣服的前片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织一针过来 织一针下针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针下针挂到这个棒针上之后呢 然后我们这里就不再进行圈织 这是第三根棒针 第三根棒针我们作为衣服的前片 这样我们织了一针之后呢 我们从织物 翻转织物 从反面来进行编织 那么首先我们这里要进行引反 也就是把右棒针拿到这个线的下方 以挑上针的方式 把它挑下来 然后把线圈拉紧 形成两个线圈之后绕上来 然后织上针 这一行我们全都织上针 这是反面行 我们镜的部分就不需要进行加针 我们全都是织上针 一直织到这一侧镜的位置就可以了 好我们先把第一根棒针 全都织上针 也就是织两个袖子和一个衣服的厚片 加上四条镜 我们全都要织上针 我们先把这根棒针上的上针织完 好我们第一根棒针的上针全都编织完成之后 那么接下来我们织第二根棒针上的上针 那么这根棒针上我们也全都织上针 不加不减的 全都织上针 好第二根棒针我们知道了加针的位置织完之后 那么我们再到这个衣服的前片 这根棒针上是衣服的前片 我们再到前片的位置再去织一针上针过来 我们还用这根棒针去织 再织一针上针 好然后这时候我们通过这两针的加针之后 我们前片的26针左右两侧各织掉了一针 只剩下了24针 然后我们再翻转织物 翻转织物之后 首先第一针我们要进行引反 那么在织物的正面行 把右帮针拿到线的下方 拿到线的下方之后 以挑上针的方式把它挑下来 不织 然后把这个线 把这个线材收紧 注意一定要拉得紧一点 然后我们织一个下针 下针之后我们又到了静的位置 这两针静的位置 那么靠近这两根静 要进行一个右加针 左帮针从后向前 挑起两针之间的这根横线之后 然后我们再织一个下针 我们再织一针下针 好 那么静的两针是不变的 一 二 然后两针静织完之后 我们左帮针从前向后 挑起线圈 织一个左加针 那么我们加针的位置 也是不变的 一直在这根静的左右两侧 来进行加针 好 然后我们继续织下针 一直知道第二条静的位置 我们再来进行加针 那么我们预克部分的加针是 每两行加八针 总共要加32次 也就是都在织的正面行 我们在静的左右两侧 各加一针 四条静 也就是加八针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只要记住正面加针 反面不加针 一直知道第二条静的位置 好 我们知道了第二个记号课 也就是第二条静的位置 那么左帮针从后向前 调起线圈 织一个右加针 然后静的两针下针 左帮针从前向后 调起两针之间的横线 织一个右加针 好 那么注意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静的左右两侧加针 都是一直是在这 静的两针的左右两侧紧靠着的 加针的位置是不变的 好 接下来是衣服的厚片 我们织下针 一直织到第三条静的位置 我们再来演示一次 静的加针 好 现在我们织到了第三条静 第三条静的两针的话 那么首先我们织一个右加针 右加针 然后织的两针下针 一 二 然后再一个左加针 织完之后 我们织袖子部分 一直织到第四条静的位置 好 现在我们织到了第四条静 那么同样的一个右加针 然后织的两针下针 再一个左加针 在一个左加针之后 那么我们织一把这一针织过来 然后我们就到了这个银反针的位置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两个线圈 我们不管它 直接挑起这两个线圈 织一个下针 织完这针银反针之后 再织一针下针 这样我们又从衣服的前面 又织了一针过来 我们可以把它 仍然挂上去 好 我们调整一下 好 这样我们就又在衣服的前面 这是前面 前面的位置又织了一针 然后这是第三行 翻转织物 第四行 我们这里仍然是 把第一针 把针拿到线的下方 把它调起来 以上针方式调起来之后 把这个线头拉紧 一定要拉紧 拉紧之后把线绕上来 这是一个银反针 形成这两个线圈 然后继续织上针 我们说过反面行 我们是不用加针的 全都织上针 一直把衣服的厚片和两个袖子 全都织完 第四行 我们一直织到了 这个银反针 也就是有两个线圈的位置 我们把这两个线圈 同时调起来 调起这两个线圈 织一个上针 好 然后我们再从 这个前片的位置 这是衣服的前片的位置 再织一针上针 再织一针上针 我们也可以把它 还是调到这根棒针上之后 那么这时候 我们前片有刚才的24针 左右两侧 各又向前织了一针之后呢 剩下了22针 好 然后翻转织物 翻转织物之后 那么这里我们仍然是要进行 领子部分的银反 第五行 第一针 右帮着拿到线的下方 然后 以调上针的方式 调下来不织 然后我们把这个线头 收紧 收成两个线圈之后 直接织下针 一直织到 第一条静的位置 那么我们在正面行 又要进行加针 那么加针的方法是 我们已经说过了 每条静是两针 那么我们在这个 静的两针的左右两侧 各加一针 那么都是在正面行进行的 我们这里就不再重复的演示 好 这是一个右加针 然后两个下针 一 二 这是第一条静 再一个左加针 左加针之后 我们继续直下针 一直直到第二条静 好 那么这样 我们就在第一条静的左右两侧 进行了加针 那么我们衣服的预刻部分的加针 是每两行加八针 加三十二次 那么这里我们已经进行了第三次的加针 我们就根据刚才的加针方法 在这个静的两针的左右两侧 来进行加针就可以了 加针的位置是不变的 那么我们现在根据这样的编织方法 在正面行加针的同时 我们织完了袖子后片和另一层袖子之后 一直织到迎反针的位置 我们再来进行演示 好 第五行我们在四条静的左右两侧都分别进行了加针之后 下针一直织到了 我们有两个线圈的迎反针的位置 那么我们同时挑起这两个线圈 把这一针直下针织掉就织掉之后 然后迎反针织完之后 我们再从衣服的前片部分 再织一针过来 同样的把它调过去 好这样我们又从迎反针的位置 又向前多织了一针过来 那么我们注意一下 接下来第六行我们就从反面行 仍然是我们把望针拿到线的下方 以挑上针的方式把它挑下来不织 然后把线材收紧之后绕上来 反面行不加不紧的织一行上针 那么好 这里我们注意领口位置的迎反 是每一次从迎反针的位置 两个线圈迎反针的位置织完之后 再向前织一针 我们领口部分总够要迎反八次 这里我们已经迎反了两次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参照这样的迎反方法 在每个迎反针织完之后 再向前编织一针 利用参照这样的方法 把剩下来六次迎反 把它迎反结束 使得我们最后的衣服的前片上 剩最后十针的时候 我们再来进行演示 好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自己完成吧 好 现在我们在衣服的前片 棒针上只剩下了十针 领子部分已经进行了八次的迎反 那么这时候我四条进的加针 已经加了八次 那么现在我们开始编织 第十七行 这里我们为了编织的方便 已经换用了环形针 环形针的换针方法 跟我们领子部分的五毫米的棒针 换成六毫米的棒针的时候 的换针方法是一样的 直接拿起环形针来进行编织 就可以了 好 那么现在我们编织第十七行 第十七行的话 首先第一针仍然是影反 我们把第一针 以上针的方式挑下来不织 然后把这根线头收紧 注意这根线头一定要收紧 然后全都织下针 是第十七行 单数行 我们也要进行四条进的加针 那么这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自己继续完成 自己完成第十七行的编织 一直到这边 领口位置的影反针的位置 我们再来进行演示 好第十七行我们知道了最后一针 影反针的位置 我们把影反针 这两个线圈调起来 把它织掉之后 不再翻转织物了 那么我们继续向前 把前片的十针 全都织上去 全都织下针 好这样第十七行 我们就编织完成了 那么从第十八行开始 我们要来进行预刻部分的圈织 那么这里我们把这个记号扣拿下来 拿下来之后挂到这个棒针上 那么这是我们一圈的 这一圈的起始位置 接下来我们织第十八行 开始进行圈织 圈织的话划过记号扣之后 那么这里首先 这里第一针有个影反针 我们同时调起这两个线圈 织一个下针 然后第十八行 我们不加不减的织一行下针 那么在静的部分我们是不需要进行加针的 这就是相当于我们在刚才影反的时候的一个反面行 接下来我们第十八行 不加不减的把这一行织完 做到记号扣的位置就可以了 第十八行我们知道了记号扣的位置 那么也就是十八行影编织完成了 这样我们就把领口部分就影反完成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衣服的厚片已经有六厘米长 然后衣服的前片刚刚开始也就使得领子部分形成了六厘米的这样一个领前后领的落差 这样我们已经编织完成了第十八行 我们衣服的四条径的位置是每两行加八针加三十二次 这里我们已经完成了九次的加针 因为是圈织全都在织物的正面来进行编织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是在每个单数行来进行加针 那么加针的规律是沿着这四条径左右两侧来进行加针的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样的编织规律来完成一颗部分的剩下来的二十三次的加针 方法比较简单 那么我们自己完成剩下来的二十三次加针之后 我们再来进行分绣和腋下的编织 好 方法比较简单 接下来就请大家自己完成吧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刻部分的四条径左右两侧的加针 也就是每两行加八针加三十二次 我们已经加完了 通过三十二次的加针 前后片已经分别由原来的二十六针变为了九十针 左右两侧袖子分别由原来的十二针变为了七十六针 那么这时候衣织长度已经达到了二十四厘米长 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分绣 分绣的方法 那么首先我们第一圈滑过七号扣 衣服的前片部分仍然织下针 一直织到衣服的第一条镜的位置 这里我们织到了衣服的第一条镜 那么我们知道第一条镜是由两针 那么我们衣服的四条镜每一条镜都是由两针组成的 那么这样我们把分一针到衣身部分 然后另一针分到袖子部分 那么这样的话使得我们的衣服前后片分别达到九十二针 衣服的两个袖子分别达到七十八针 那么当我们织完了第一条镜的第一针之后 我们袖子部分的七十六针加上左右两条镜的各一针 那么总共有七十八针 我们把这七十八针用缝合针穿过一根别线把它取下来 袖子部分我们暂时不织 我们穿到衣服的第二条镜的两针 我们一针分给袖子一针分给衣服的后片 那么这样的话袖子部分就用线取下来之后 我们把线针取下来 我们把它打一个结 防止它掉针 好这样我们袖子就先放在这里暂时不织了 然后我们衣服的前片要连接后片的话 我们要进行腋下加针 我们这里腋下加针十三针 我们用手指绕线法 右手的食指从上向下 这样把线圈调起来 左棒针从右向左把它调到棒针上 这样我们就加了一针 从上向下绕线调到棒针上 第二针 从上向下绕线调到棒针上 并且收紧线才这样 这是第三针 我们就根据这样的方法 起13针 腋下13针已经加完了 然后我们直接去连接衣服的后片 那么去织一个下针 然后这一针我们注意把线适当的去拉紧一点 防止它出现一个照长的线头 然后衣服后片的90针 加上左右两侧静的各一针总共是92针 我们织92针下针一直织到第三根静 衣服后片的90针下针 然后加上左右两侧静的各一针 那么这里我们知道了第三条静的位置再织一针过来 这样的话衣服的后片总共是92针 我们已经织完了 那么接下来剩下来的袖子部分的78针 我们参照刚才另一个袖子的方法 用别色线把它穿下来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把衣服的这层袖子也用别色把它穿下来了 暂时把袖子放着不织 然后同样的在连接前片的时候 我们要起腋下起针13针 也参照刚才的起针方法 用手指绕线起13针就可以了 这里方法比较简单 我们就不再做重复的演示了 当我们腋下13针起完之后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去连接衣服的前片 那么这第一针仍然要把它拉紧一点 防止出现一个较长的连接线 然后我们一直织到记号课的位置 这一圈就可以把它织完了 全都织下针 现在我们腋下加针之后的第一行就编织完成了 针绣之后腋下加针 我们再编织四行就开始进行花样的编织 那么这里每个人的手镜的不一样 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行数的调节 衣绳部分我们达到26厘米长 就可以开始进行提花了 这里已经编织完成了一行 这里我们知道了腋下加针的13针的位置 我们同样的也是直下针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按照这样的方法 编织四行使整个衣绳部分达到26厘米长就可以了 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自己先用这主色线来完成26厘米的编织 我们再来进行提花的演示 当我们的腋下加针编织完成了四行之后 那么使得我们整个的衣绳部分 从领口的最高位置到底边总共达到了26厘米长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进行提花 我们衣绳部分的提花是14针的一个提花 那么总共我们衣服的衣绳部分 前后片的各92针加上左右两侧各加针13针 这个时候我们衣绳部分总共有210针 我们这里现在提花的花形是14针为一组花形 那总共210针安排了15组的花形 那么第一个方格我们用的是云雾的20号色和慢时光的05号色来进行提花 同样的也是把这两股线合并起来 好那么从这行开始我们来进行提花 首先划过记号扣 主色我们首先织7针主色 7针主色之后我们织一个提花色 那么提花色我们拿起这两股线 从主色线的下面把它穿过来 穿过来之后然后织一针提花色 一针提花色之后我们再把这根不织的线放在上面 然后再拿起主色线织13个主色 1 2 那么这里注意我们后面的线头要适当的留长一点 防止它掉线好13针的主色 3 13 13针的主色之后我们再织一针提花色提花色的线 从下方把它拉过来 拉过来之后注意我们这里要适当的注意它的长度 那么我们把这个织物拉长之后正当的拉长之后呢 把这根线织过来 那么这里注意长度要跟这里的织片要一样长 稍微松一点不要带得太紧 一针提花色之后我们再拿起主色线 再织13个主色线 1 2 好 13针主色之后仍然是织 我们注意提花色一直在下方 一直在主色线的下方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织一个提花色 好注意这里我们线不要带得太紧 可以把织片打开之后 这个织物持平就可以了 织完一针提花色之后 我们继续织13针的主色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样的规律 13针主色一针提花色 按照这样的规律去把提花的第一行把它织完 那么在带线的过程当中大家要注意 线带的不要太紧防止织物出现褶皱 要注意它的平整度 好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自己仔细的去完成这一行的编织 每间隔13针的主色之一针提花色 第15针的提花色已经编织完成之后 那么我们这里剩下来了6针的主色 加上刚才我们其实位置的7针 那么总共这里又是13针 好那么这里我们织主色线 6好现在提花的第一行 每隔13针织一个绿色提花线 已经编织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第二行 提花的第二行 我们仍然是间隔13针织一个提花色 也就是我们重复上一行的编织规律 来进行编织就可以了 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自己完成第二行 提花的第二行的编织 现在我们一针提花色的第二行已经编织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第三行我们垮过7号扣 这时候我们这里的提花色 有一针左右两侧各增加一针 变为三针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我们首先就是织6个主色线 然后在这个绿色提花线的左右两侧各增加一针 变为三针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用另一种带线方法 用左手带线 左手的小手指把它绕一圈 然后把线这样调起来 调起来之后呢 我们来织一样的是织下针 把它下针织完以后 我们这样把这个线调起来 这样我们就织了一针提花色 然后第二针 第三针 一样的织下针 从左向右入针 然后调起这根绿色的提花线就可以了 好 然后接下来织 原来上一行13针的主色线变为11针 我们织11个主色线 这时候我们织的时候就调用了 右手边的这根白色线 那么这样左右两手带线的好处呢 就是我们这个后面的线材呢 是跟着这个织物走的 比较容易掌握这个线的长度 那么我们可以在编织的过程当中 可以选用自己习惯的带线方法来进行带线 都是可以的 只要做到织物的平整就可以了 好 那么当我们织完了11针的主色线之后 我们来织3针提花色 那么提花的时候我们就调 左手上的这个提花的颜色 一样的是织下针 然后再织11针的主色线 那么接下来我们提花的规律就是 每两行我们要增加提花的帧数 也就是3针5针7针9针11针 最后加到13针 那么主色线就有原来的13针 减为11针9针7针5针3针1针就可以了 那么换线的方法是一样的 我们只要根据这样的规律 每两行增加一次 我们根据这样的规律来完成 第一组花形的变织 之后我们再来演示 下一组花形的变织方法 好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自己完成 在带线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注意植物后面这根 镀线的平整 现在我们绿色的提花部分 每两行增加两针 从1针增加到3针5针7针9针11针13针 已经递加完成之后 那么主色线白色也剩最后一针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把白色线替换掉 用18号的曼时光木绿色来进行替换 拉起两根线的河谷线 划过记号扣 把线压压在植物的反面 那么适当的流长线头 防止它掉线织一个下针 这样我们就把白色的替换掉了 白色替换掉之后 那么我们继续用浅绿色的这一股 我们作为主色 因为刚才是白色主色线 那么现在我们是把这浅绿色的线 作为主色线 13针浅绿色我们照样织下针 13针浅绿色 织到白色的部分 我们再来进行 替换 这里我们把主色线拿在右手边 提花色拿在左手上 那么知道了这一针白色的 我们织 墨绿色 一针 然后继续织浅绿色 这一行我们是把15针的白色 替换成18号的墨绿色线就可以了 那么这一针的墨绿色 我们根据这一个提花的规律 是每两行增加两针的同时 我们这个浅绿色的线也在不断的减少 那么墨绿色的线每两行增加两针 也就是从一针增加到三针 五针 九针 十一针 十三针的样子 那么我们浅色线就每两行递减一次 递减到一针 跟我们前面的编织规律是完全一样的 只不过是颜色的不同而已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样的方法 自己来完成这个墨绿色的线 和浅绿色线的编织 那么编织到墨绿色的线 增加到十三针 浅绿色线一针的时候 我们再来进行花形的演示 那么在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 白色的主色线 我们就不再需要用了 这里我们可以进行断线 适当的流长线头之后呢 把它断线 断线之后 翻转织物之后 我们这样把它隐藏到 织物反面的纹理当中去 多隐藏几针 线头就会更牢固一些 那么同样的 我们刚才前面绿色线的部分 那么在线头部分 也用同样的方法把它隐藏掉 我们多隐藏几针 可以把多余的线头修掉 好那么接下来 我们根据这一组的花形 来完成墨绿色花形的增加 一共增加到十三针 浅绿色的线减少到一针的时候 那么我们再来进行花形的演示 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自己完成这部分的编织吧 现在我们根据花形规律 这个墨绿色的花形 已经完成了 整个零星格的一半 也就是从一针 增加到了十三针 那么我们这个增加的针目是 每两行增加一次 在左右两侧 更来进行增加 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 仍然是根据花形规律 继续完成这墨绿色的花形的上半部分 那么最后完成整个零星格 那么在我们完成了 接下来的半组花形之后 墨绿色的格子 是一个完整的格子 同时浅绿色的格子 又增加半组 那么也就是浅绿色的花形 从一针 每两行左右两侧 各增加一针 增加到十三针 墨绿色的花形 是从十三针 剪到一针 就完成了我们这组花形的编织 方法比较简单 我们根据前面的花形规律 自己来完成 这一组花形的编织 之后我们再来演示 下一组花形 现在我们这里 墨绿色的线材的零星格 已经有十三针 每两行左右两侧 各剪一针 剪到了最后一针 剩一针的同时 色块我们已经从一针 左右两侧各加一针之后 每两行加一次针 已经加到了十三针 那么现在我们把 墨绿色的线材进行剪断 我们把墨绿色的线材 剪断之后 已经把线头藏好了 那么在这个墨绿色的 针目的位置 我们要换用云雾的 二十二号色 和慢时光的零四号色 来进行合谷编织 花过七号口之后 那么第一针是墨绿色的线材 我们这里就用灰色线材 来进行替换 那么替换的方法 跟前面的方法是一样的 压到织物的反面 直接织一个下针 好 然后绿色部分是十三针 墨绿色的部分 我们织灰色线 那么我们就用这样的方法 把灰色线替换上去 那么替换上去之后 我们接下来的编织规律 跟前面的编织规律是一样的 这个灰色线 每两行左右两侧各增加一帧 使得灰色线从一帧一直增加到13帧的同时 浅绿色的线也是每两行左右两侧各剪掉一帧 从现在的13帧一直剪到一帧 那么最后我们是灰色线三角形变大 那么这一个完整的零星格也就完成了 那么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参照前面的花形的编织方法 来完成灰色部分的编织 现在我们根据花形规律 灰色的部分已经由原来的一帧加到了13帧 那么浅绿色的部分由13帧剪到了一帧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绿色线材进行断线 断线之后 那么同样的把它隐藏到织物反面的纹理当中去就可以了 好 我们隐藏好了绿色线头之后 那么现在灰色的合骨线已经成为了主色线 滑阔记号扣之后 用灰色的主线织两行下针 那么这里我们把这个绿色部分也换成灰色合骨线就可以了 那么大家自己完成这两行下针的编织 方法比较简单 这里就不再做重复的演示了 现在我们用灰色的合骨线已经编织了两行 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底边的单落纹编 底边单落纹编我们用5毫米的棒针来进行编织 那么换成的方法前面我们已经讲过 直接的拿起5毫米的棒针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我们参照灵口的单落纹编的编织方法 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织一针下 一针上 一针下 一针上 我们就按照这样的规律 一针下一针上的去编织 10行4厘米长就可以了 那么当大家编织完成了之后 我们再来进行单落纹编的受编演示 好方法比较简单 自己去完成底边单落纹编的编织吧 现在我们参照灵口的单落纹编的编织方法 已经把底边的单落纹编 已经编织了10行4厘米长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我们来开始进行 底边的单落纹编收编 单落纹编的收编方法是比较简单的 那么我们把记号扣取下来 这一圈的起始位置 那么这里是一个下针的位置 我们首先织一个上针 然后左半针把这一针挑回来 然后右半针拿到线的上方 再把这一针以下针的方式 挑回到右半针上 接下来是一个横线的位置 是一个上针的针目 我们织下针 然后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这样我们就收掉了一针 然后左半针再把这一针拨回到左半针上 右半针拿到线的下方 再以挑上针的方式把它挑回来 接下来这里是一个辫子针 是一个下针的针目 我们在下针的针目之上针 再把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这样我们就又收掉了一针 然后左半针再把这一针拨回到左半针上 右半针拿到线的上方 再以挑下针的方式把它挑回到右半针上 接下来一个横线是上针的针目 之下针 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然后左半针把它拨回来 右半针拿到线的下方 再以挑上针的方式把它拨回到右半针上 然后在下针的针目之上针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法 在下针的针目之上针 上针的针目之下针 来进行单楼纹编的收编 一直收到最后一针的时候 我们再来演示最后一针的处理方法 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自己完成吧 我们这里就不再做重复的演示了 当我们底边单楼纹编收到最后一针的时候 我们发现这里有一个缺口 那么这里第一针是一个下针的针目 那么我们再把它 我们从第一针的位置再织一个上针 然后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缺口补上了 然后把线圈把这个线圈拉长之后呢 把这个线从里面掏出来 然后收紧线材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缺口给补上了 适当流长线头之后呢 我们可以进行断线 同样的在织屋的反面 把这个线把这个线头隐藏到纹理当中去 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就把底边 单楼纹便就收编完成了 我们就把衣绳部分编织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衣服的袖子部分 好 现在我们来开始编织衣服的袖子 那么袖子部分的78针 我们已经把它回到了棒针上 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 腋下加针是13针 13针加上原来的78针 我们总共有91针 那么我们在挑针的时候要注意 首先我们用白色的线材来进行挑织 那么这里我们腋下加针部分总共有13针 有13针的话我们先挑织7针 再挑织6针 那么这里我们从最针开始 1 2 3 4 5 6 那么从第7针开始 我们从这个交界处 两针的交界处入针 那么仍然绣身部分仍然是用6毫米的放针来进行编织 入针之后 我们拿起白色的线材 仍然是两股 两股线把它压在织物的反面 稍微留长线头防止它掉线 然后以支下针的方式挑起一针 这是一针 然后在下一个这两根线交错的位置 挑至第二针 然后在下一针这两针交错的位置 第三针 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线材呢 绕到这个线的上方起到藏线头的作用 第三针 在下一个两个横线交界的位置 第四针 第五针 第六针 第七针 好 这样我们从这个腋下第七针的位置 加了七 调了七针 那么剩下的六针 我们待会儿在第三根棒针上去调整 然后我们去连接衣服袖子部分 那么这部分我们全都织下针 我们一直把三根棒针上的下针全都织完之后 我们再来进行另一侧腋下的调整 好 现在当我们第三根棒针的下针织完之后 那么我们来调整页下部分剩下来的六针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稍微收紧一点防止出现一个大的洞洞 好 这样我们就把页下的十三针就全都调整完成了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将我们整个的三根棒针一圈编织完成了 我们可以在这里刮上一个记号扣 那么这是我们一圈的起始位置的标记 好 这是第一行 那么这时候我们整个的环形整个的棒针上呢 有91针 接下来我们开始织第二行 在第二行的时候我们在任意位置减掉一针 使得棒针上剩90针就可以了 我们在剪针的时候 那么首先我们织下针 那么我们在剪针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适用一个 在任意位置我们要剪掉一针 我们用一个左上两针并一针的方法 在页下的我们选择在页下位置剪掉这一针 我们同时调起这两 同时调起这两针的前半个线圈 那么这样把这两个线圈同时调起来 看作一针把它织掉 这样我们就剪掉了一针 这样 然后都织下针 把这第二圈织完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第二圈织完了 那么通过一次剪针之后 通过一针剪针之后呢 由原来的91针剪为了90针 那么接下来第三行 不加不剪的织一行就可以了 那么全都织下针 现在我们第三行编织完成了 那么第四行我们要来进行剪针 因为我们在袖口部分要进行提花 剪为84针 那么首先我们来进行一次剪针 在第一根棒针上 我们首先织一个左上两针并一针 也就是把这第一针第二针 同时以下针的方式调起这两个线圈 织一个下针 这样我们就剪掉了一针 然后我们全都织下针 一直织到第三根棒针上剪两针的时候 我们再来进行一次 右上两针并一针 好第四行我们织到了第三根棒针上剪最后两针的时候 我们织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 第一针以挑下针的方式挑下来不织 然后织一个下针 把刚才没有织的这一针拨过来 这就是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 然后这样我们就剪掉了一针 这时候我们的棒针上剪为了88针 接下来我们从第五行开始 一直到第十三行 不加不剪的织下针织九行 我们再来进行一次剪针 好接下来请大家自己完成第五行 到第十三行的下针的编织 现在我们的下针已经完成到了第十三行 那么第十四行我们再进行一次剪针 首先是一个左上两针并一针 然后全都织下针 一直织到最后一根棒针 第三根棒针上剩最后两针 我们再来进行右上两针并一针的演示 第十四行我们织到了第三根棒针上剩最后两针 织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 第一针以挑下针的方式挑下来不织 然后再织一个下针 把刚才没有织的这一针拨过来 这样我们就又剪掉了一针 那么在第十四行的时候 剪到了八十六针 接下来在第二十四行的时候 我们参照同样的方法 再剪掉两针 使得袖子部分剩最后八十四针 好接下来我们 从第三十四行到第五十二二行 我们不加不减的把这八十四针全都用白色的线来织下针 那么使得织 使得我们这个从腋下部分白色的总共编织二十一厘米 那么每个人的手近的不一样 我们可以适当调整行数 使得腋下部分达到二十一厘米长就可以了 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把这八十四针自己去完成 二十一厘米 我们的编织之后 我们再来进行袖子部分的提花 好 现在我们腋下调整之后的五十二行 二十一厘米已经编织完成了 那么第五十三行开始 我们要开始进行提花 那么首先第一针我们织白色的 然后第二针 我们用慢时光的十八号色深绿色 合股之后呢来进行第二针的编织 那么这一行我们是一针白色 一针绿色这样间隔的去进行提花 那么方法比较简单 我们自己完成这一行 一针白一针绿的间隔编织 好 第五十三行 白色和绿色间隔的一行 已经编织完成之后 从第五十四行开始 一直到第五十六行 我们不加不减的 织三行白色 那么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自己完成这三行白色的编织之后 我们来开始进行提花的编织 好 现在我们三行的白色已经编织完成了 那么也就是完成了第五十六行 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提花的编织 那么首先我们把白色线把它进行断线 这里我们就不再用白色线了 第五十七行 我们先用这个深绿色的这组线 先织七针下针 好 七针深绿色的之后 我们再织一针浅绿色 接下来是十三针深绿色 十三 好 十三针深绿色的之后 我们再织一针浅绿色 然后再继续织十三针深绿色 好 那么这样 我们第五十七行 我们根据图解 参照这样的花形规律 十三针深绿色一针浅绿色的规律 把这第五十七行编织完成就可以了 第五十七行我们编织完成了 那么这里我们是十三针深色线 加一间隔一针浅色线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从第五十八行开始 我们参照图解 每两行进行一次提花的 提花的帧数的变化 来完成整个花形的提花 那么也就是我们这里注意一下 每两行我们把深绿色的线 左右两侧各向中间减少一针 同时浅色的花形向两侧逐一的去扩张 那么也就是逐渐的完成一个 浅色的菱形方格的编织 那么当我们这里深绿色的三角形编织完成之后 那么我们这里参照医生的坏线的方法 换用灰色线来进行提花就可以了 那么方法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参照图解 和医生部分的提花的编织 来进行菱形花格的编织之后 那么当我们完成了袖口部分的提花之后 我们再来进行袖口位置的减针演示 那么这一部分我们就不再做重复演示了 现在我们提花完成之后 又编织了两行的灰色线 也就是已经完成了87行 那么接下来第88行 我们要把这个84针减为42针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针末都两针两针的进行合并就可以了 第一针和第二针支一个左上两针并一针 然后再接下来一个左上两针并一针 那么这一行我们全都是支左上两针并一针 使得84针减为42针就可以了 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自己完成这一行的两针并一针的编织 好现在我们第88行 两针并一针已经编织完成了 这时候我们有原来的84针变为了42针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次减针 那么第二次减针我们要把要减掉六针 减掉六针的话 我们每根磅帧上都减掉两针 使得每根磅帧上剩12针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总共只有 袖口部分只有36针了 那么这样我们先织五个下针 五 然后第六针和第七针 我们织一个左上两针并一针 剪掉一针 然后再织五针 最后两针的时候 再织一个左上两针并一针 这样我们就在这根磅帧上剪掉了两针 然后用同样的方法 把第二根磅帧上第三根磅帧上都这样均匀的剪 各剪两针之后 我们整个的袖口部分就只剩下了36针 方法比较简单 这里我们就不再做重复的演示了 好 现在我们每根磅帧上均匀的剪掉两针之后 这时候我们磅帧上只剩下了36针 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袖口的单螺纹花样 袖口的单螺纹花样 我们换用5毫米的棒针进行编织 单螺纹花样一针下 一针上 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这里袖口的单螺纹花样 可以参照底边的单螺纹花样的编织方法来进行编织 我们编织10行4厘米长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就可以按照底边单螺纹花样的收编方法 把袖口部分也进行收编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方法比较简单 我们也就不再做重复的演示 大家自己完成袖口部分的编织 现在我们参照衣服底边的收编方法 已经把袖口部分也已经收编完成了 那么这样我们一个袖子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参照同样的方法去完成另一侧袖子的编织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两个袖子都已经编织完成了 好那么现在我们这件清新可人的雪森提花毛衣就编织完成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